市長你的行動禁總要辦在那個北投的公園裡面 但問題現在好像被批評說 那這樣姚文智的好像為什麼那時候沒有過那麼熱去被盾 有啦 後來我們昨天才開會 就變成那個 如果要辦在那裡 什麼行動背心也不能拿出來 也不能喊動算 就變成原油會了 市長 今天第一手中早上召開記者會 說你那個大巨蛋啊 因為包括除袖的成本高達了200億元 說你沒臉幹也沒臉幹 什麼 沒膽差也沒臉幹 不然他有更好的方法嗎 他說他兩個月內可以解決 不然他要不要先公布一下他的方法 讓我們欣賞一下他方法是什麼 市長 你怎麼看現在好像幾乎所有的縣市 都沒有在辦辯論的意思 我告訴你 你要輕實話的話 台灣在台灣這個社會 我們已經不需要解釋問題了 我們只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其實什麼是對著什麼錯的嗎 做這麼久大家也知道 只是說 這也是我們一直這個社會上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剛才丁所中的那個題目就很有興趣 能不能請他說說看他要怎麼做 能不能講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用辯論 可以用辯論 可以用辯論 唉唷 我跟你講 私相受受早就解決了 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我跟你講 這個我本來是想要辯論的時候 再拿出來打他 算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 我跟你講喔 有解決方法你拿出來講 還有一點喔 拜託 那個 唉 這大巨蛋是你們國民黨兩任 市長留下來爛壇 唉唷 今天我是來散後的 你還有臉講這個東西 市長 你還贊成有辯論嗎 辯論還是會辯論 只是我老實講喔 我們這國家也有需要辯論 不過市長 姚文智早上說 你閃躲雙北京的論壇 跟很多議題說你是脫喉在耍無賴 然後甚至說你不夠格選 你怎麼看 唉 算了 我跟你講 我都不想再 沒有啦 11月8號以後 我會 等我開始專心選舉的時候 我就一一來處理 關機嗎 市長 您跟韓國瑜都是網路人氣網 那現在民進黨對韓國瑜的網友出手 甚至還要告他的小編 您怎麼看 會不會覺得對同樣是網路上聲量很高 但是民進黨卻這樣對韓國瑜 不會啊 民進黨打我也很用力 那台北市現在公宅的情況 公宅是這樣啦 我們大概很多現在才在上網招標 但是我覺得我也跟他講說 不要為了開工而開工 就是說你不要說哇這個時間到了 那硬是要在選前這樣招開工 你知道嗎 我都要求他們說實事求是 不要這樣 我寧可我們做的事情還是實在為要 你之前出席那個家長聯合 之前出席家長後援會 那現在有外界質疑說 你請客吃飯 好像有點涉及會選 我跟你講人家會選是我們請人家 那個是他們自己出錢的 我是被請的 所以這個我也會選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就是不募款的好處 你不募款就是 這是他們自己出錢自己吃飯 還是我們去 恭喜他 他們要多一份給我吃 所以說我是這哪有什麼廢權的問題 那優卡1280都要取消 有沒有可能取消 優卡1280這個已經上線了 現在哪有可能取消 先走一陣子吧 那個總是大先為之還好 因為我看一看 隨時都有差不多22萬人在用 所以那還是有一定的使用量 今年的論壇如果改11月8號之後會談價嗎 今年的論壇如果改11月8號之後 11月8號以後 我剛才講過嘛 他們就跟我們那個鏡總去聯絡 大家排時間嘛 但他說你們拒絕了 有嗎 不會吧 有啊 他們一開始說沒有時間 就是說已經清晨都排好了 不是啦 他是11月8號以前 對 他是問他11月8號有沒有時間 可是你們鏡總說11月8號事情都已經排完了 大概還有排其他的辯論 我不曉得 所以一定會辯論 變成一定會的啦 蔡總剛才發新聞稿說支持性別平權 蔡總剛才發新聞稿說支持性別平權 那想問一下你認為國中小的同志教育應該廢除嗎 像愛家共同想的嗎 那其實我跟你講 重點不是 像這個就是典型的 像剛才講一下標籤 就是說 你看那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常常就是太簡化問題 贊成團隊 其實更重要 到底內容是什麼 要搞清楚 行動鏡頭要怎麼避免行政不中立 行動鏡頭要怎麼避免行政不中立 不中立 對 沒有不中立的 也沒有不中立 欸欸欸欸 什麼 謝謝 每個都把我拉的